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济南生活 你是在那读书 我是在济南上大学 然后直接毕业了在那边工作 就留下来了 跟他有关系吗 有 咋认识的 因为我在上大学 他在大学城附近 自己开了一家麻辣烫店 然后我就去吃饭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这边要兼职吗 我本来想大学的时候打一份兼职 然后也有一点择外的收入 然后他说你能干得了吗 我这边活又脏又累的 大学城人也挺多的 我说那你试试呗 然后他就让我去做了 给他留下之后 我去看小姑娘挺好的 玩儿干活啥挺细心 后来我就注意他了 就我也能感受到 我感冒发烧啊 他就去给我买药 然后平时 他自己就是在店里炒菜给我吃 然后后来我们大学 就因为我要出去实习嘛 然后我是学外语的 我当时是申请 然后进了一个出国班 我就一心想着是出国的 后来遇到他了之后 我本来想两个人 本来异地就很难接受 然后这样一国的话 可能更长时间两年之内都见不到 然后两个人肯定就没有结果了 后来我就放弃了出国的机会 然后吧 我们学校也是就是 如果不出国的话 留在学校 跟着学校去实习 是走三个城市 就北京 上海和三亚 哎呀 真不错啊你们学校 是 我也觉得不错 但后来也是因为他 然后我想出去了之后不在济南 我们两个还是分开 然后我就跟学校老师打申请 我就申请自主实习 然后就想留在济南 后来就通过了 就在济南实习了 爱情多伟大啊 放弃了一切 我也放弃了 我把店转了 爬上去之后陪他一块来的济南 你是把店转了 转了之后钱呢 钱拿去投资了 结果都没跟我商量 投资不还是在张秋投资吗 他说了我出去实习的时候 就陪我去济南 然后他偷摸的把钱 转店的钱拿去 在张秋投资 然后做餐饮 后来人家 钱也没了 店也没了 被人骗了就 那不也用了吗 你还说要钱的事呢 我去 我陪他去要钱 要了两次 去一次给一钱 去一次给一钱 结果就给了两次 五万块钱就给了两钱 然后人就跑了 就再也找不着了 后来呢 后来我就带你来济南吗 来济南 然后我我以为他能在济南 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结果他就是这一年 就是这边干两天 那边干两天 就是没有 一直没有固定的地方工作 然后也没有固定收入 他就是可能 当时自己开店 自己当老板 然后后来又觉得 给别人打工 就有点好高无远的 那不是好高无远 我是不得就是 给别人打工 要不工作不合适 找不合适 要不人也想不弄五啊 怎么就不合适呢 什么工作那么多 你就不能找一份 安稳的工作先做着吗 那创业那钱不挺好 创业那种多好 就是因为创业这事来的 创业都让人坑一次了 然后本来现在 有个稳定的工作 他又想回去创业 创呗 关键现在没本钱啊 如果创业失败了 都赔进去了 还是一无所有啊 他想赔三回了 啊 就说说怎么赔的 我就 我一回都没听到 你怎么赔的呀 第一回就是一个 参业公司 失误了 陪他来锦南 我把店转了 转了给人在办公室里边 做围员 算是合伙 一块干的 失败了啊 失败了 他不愿意 我就回来了 好好好 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 本来那个时候 我给他找了一个工作 就是快递员 然后我觉得快递挺好的 对啊 按键计费的 然后我就 全靠个人能力 就是送多了就多证 送少了就少证 第三次 就是在锦南 在锦南以后 做那个 做餐饮 做餐饮 因为那个 本行这是 投资 他让我那个 投上资之后 做那个采购这一块 我来这个也跑了 那有什么呀 你再来呗 就为你点事吵啊 这没什么事 主要是他要回去做 因为我现在在锦南 他如果不是创业 他就回张秋 然后我们两个 就是就分开 就肯定是 这个你接受不了是吧 对 因为我放弃出国 放弃去那个 一线城市 我就是留在这 想我们两个都在锦南 都在一个城市 然后经常能见个面 一起出去吃个饭 不是为了咱俩以后 过得好点吗 男生是只有在张秋 才能干活 到了锦南干不了是吗 不是在锦南能干 锦南的那个 那个城北啥比又够 在张秋那边 我得朋友多点吧 人们也广点 那让他回去再干 没干了 有了资本资金 再去 锦南投资 不是要吗 那我接受不了 他接受不了 如果你要回去的话 大家就分手 朋友那边都等着 我实在不行 我就两三天 我去两三天 我回来一次看你不行吗 锦南到张秋开车 这两个多小时呢 你一天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而且你来了 我也不一定有时间 我顶了早过七晚睡的呗 不现实 我姑娘你是怕什么呀 就是异地没有安全感 对啥 你是不放心自己 还是不放心他 还是不放心这段感情 就感觉两个人 如果长时间不见面 然后就感情会变淡 也就是按你的说法 感情是经历不了 物理距离考验的 至少你们俩这段不可以 是吧 按男生的说法 在锦南很难成功 必须回张秋 才有可能发展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两个人就 折在这儿了 是吧 就折这儿了 我还是为了 让他过得更好 人家就跟你在一起 就好是吧 姑娘 对 只要跟他在一起 吃康厌菜都行 对吧 对 反正就是不能离开我 之前我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家里人 也不同意 我们俩在一起 后来我就是 我身边朋友 也都不同意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也无所谓 只要他对我好 就要饭 我都跟他一起去 男生听他这句话 心里特难受是吧 对 压力大 我听这句话 觉得对不起 我什么时候 你不能离开我 我都跟他起来 我认识 我们要走 散步 我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生我先问一下你为什么这么不接受异地呀 因为我也不是本地人嘛 然后在这边朋友也不是特别多 就是他照顾我比较多 我就对他依赖性特别大 对 比较依赖 你看你们俩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异地的这个问题 那既然有了问题 你们两个人现在不是说 奔着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向去 而是这个问题放在这儿了 都不愿意为解决问题走出第一步 女方她一直在强调 我为了你付出了什么什么什么 我为了你放弃了出国 放弃了一线城市 放弃了多么好的机会 男方也一直在强调 我为了你付出了什么 我把电盘出去了 我这些投资失败什么 我都是因为你 为了你 你们都在强调自己的付出 可是却看不到对方的付出 就是太想着自己 也不能归结到自私那么大的 那么高层次 但是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却看不到对方的付出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两个这个问题是越结越大 越结越大 所以付出在感情当中是心甘情愿的 你不能拿这个付出当作索取的理由 你不能拿我的付出当一个尺码和标准 来衡量你同样要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付出 因为每个人爱人的方式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知道了这个问题在哪 要想办法解决 如果没有这个心去解决问题 就证明你们也没有那么相爱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来 请坐 谢谢莎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彼此约定的有这么一段时间的EDV 在约定的这段时间无论是半年一年 彼此对将来有憧憬的规划 有计划 有考量 双方为着这个目标共同地去努力 然后在分开的这一年左右的时间 彼此各做各的事情 互相牵挂 也许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否则的话 即便是绑在一起 到了最后 彼此互相保怨 到那个时候 倒是伤害了彼此 你说呢 谢谢老师 有一个角度 我特别想让女生自己去考虑一下 男生也考虑这件事啊 照顾 依赖 等不等于爱 付出了 是不是就是一种爱 或者叫爱情 我再把它说得直白一点 大学期间 这个男人一直都照顾 这是你的靠山 靠的你都不想走 这到底是一种爱情 还是别的 你相信 男生也是这样 所以我真是觉得 图里这个思路是这样 就是 没有困难 你们制造点困难 考验一下嘛 既然你们认为 现在的爱情是坚定的 坚固的 你们制造一点困难 给他点时间 好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咱俩在一块 这么长时间了 我还是希望 你能理解我 支持我 让我再创业一次 希望你支持 我不是说 不让你去创业 我只是觉得 现在我们手里资金 还不够 可以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 如果你这次 要是再失败了 怎么办 为了以后 过更好的生活 我会加倍努力 加倍努力 对你好 相信我能成功 在心飞 等黑心 终点着你 别遇上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回 看到了一对恋人 三年的恋情 互相依赖和照顾 现在其实在生活的道路上面 这段感情 遇到了一个抉择的抉择点 抉择点来自于两人厮守在一起 还是用一种短暂分开的方式 改变现在的生活 其实说白了就是 按一个惯性继续下去 还是对生活做一些改变 这个时候 恰恰是对爱情最好 他可以回去创业了是吧 是 你是要留在济南陪他吗 行 那有答案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可以不打 可以不打 来 他们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好 请亮灯 拿着吧 相信爱情 请回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距离 哪天难回 在爱里等着你